常家常的木居炒麵要怎麼炒才好吃呢 有請阿機師 每次在五星級料理的主廚示範的時候 是我們觀眾朋友在鎖定 而且在做筆記做得最勤的時候 因為這一學啊 學個一朝半世的 不知不覺家裡面做這個菜 下次再做味道就不一樣 他把一些關節給打通了 大概是這個概念 今天的木居炒麵是一個非常非常 能夠平易近人的台式小吃 在那個麵點怎麼做 阿機師 請示範 好 那我現在利用一點空檔的時間 把這個湯稍微 清熱湯啊 複熱一下 對 湯不是已經煮好了幹嘛要再煮 沒有沒有 如果湯是熱的 麵條你們燙過水去炒 麵條也是熱的 在兩個條件都是熱的情形之下呢 它容易入味 而且麵條不會糊掉 如果你的湯是冷的 麵條是熱的 熱這樣冷縮 冷湯吸到裡頭來 等到你去把它揮透了 麵條的質感就會糊掉 就是沒那麼緊實 而且燒的時間上的效率來講 會比較 比較拖長一點的時間 好像彈戀愛 雙方的熱度都要一樣在一起 那當然了 那當然了 果然是藝術家你 有時候舉一反吧也不錯 那麼木須的話不需要切得太細 木須拿來下去 黃豆瓣 它幾乎已經全滾了 對不對 剛才那高檔已經全滾了 對 然後我現在打一個全蛋 木須就是 對 剛剛兩邊都煎的蛋皮 都沒錯 但是其實 這種鍋子很好用 根本你不需要煎 不需要擺油 你看 又薄又大 對 那其實我剛剛在煨這個湯的時候 還有一點點的一個功能在裡面 就是熱鍋 熱了鍋了以後 你的蛋皮下來以後 你倒進來把火關掉 鍋蓋一蓋 等一下它就離鍋了 整個蛋皮就很鬆軟 蛋皮的質感會拉得跟韭黃一樣 一樣 這樣子 有耶 好厲害 很漂亮 很薄 好用啊 不必要任何的那個 好用 金棒老師笑了 我想要這個鍋 那麼質感一致的材料呢 要把它歸類 質感一致的材料 你不歸類的話 來熟成以後 它會撐之不齊 那麼撐之不齊 我們該強調柔軟的口感的時候 就會有割牙的效果 就會跑出來 這個豬肉就有油 對 這個豬肉就有油 熱水裡面要加鹽 麵裡面要加一點鹽 麵水裡面要加鹽 加一點點的鹽 比較有彈性 對 讓它麵裡頭 等一下在水鍋當中 麵條不吃水 那你煮起來容易入味 那這邊容易入味 這邊湯料的水分呢 抓準了以後 水不必太多 下鍋了翻兩翻 一下子就起鍋 那麼該有的質感 你還能 都能夠守著緊 你不會因為要顧它 而失去它 因為顧它而失去它這樣 因為顧它而失去它 對 真的會這個樣子 因為愛它而失去它 顧此之彼 對啦 真是不好受 還有這個老大老三之分